Remagine SEMTRANS是一个令人兴奋的项目,旨在评估和更新整个SEMTRANS公交系统。 在项目早期,我们开展了逾60场社区会议,收到了乘客、公众和公交运营商填写的近5000份调查问卷。 您告诉我们,SEMTRANS可如何更好地满足您的交通服务需求。 我们问您,我们应该如何实现更好的公交服务? 您告诉我们,您的优先事项是更频繁的班次,更好的公交抵站实时信息,更快速的线路和更少的停靠站点,以及REBART和Caltrain等列车服务之间的更好转程。 设计巴士线路关乎于权衡取舍。 我们无法面面俱到,我们问您,我们应如何权衡取舍。 SEMTRANS乘客说,他们希望增加主要街道的公交车班次。 其他乘客则希望公交车通往更多地方。 SEMTRANS乘客希望在常规的通勤时段以外,享受更多公交服务。 SEMTRANS乘客和非SEMTRANS乘客都说,只要公交车更快速,更不绕路,他们宁愿多走一些路去公交车站。 于是,我们做了什么? 我们利用收到的一切信息设计了三个公交网络备选方案。 这三个备选方案分别描绘了独特的未来愿景。 备选方案一,侧重于打造一个能满足各类行程的高频次公交网络。 在这种方案中,高需求区域内的七条线路,全天每隔至多15分钟就发一个班次。 相较于目前的情况,这种网络将承载高频次公交线路的步行范围内的四倍人数。 备选方案二,改善了火车站转程以及与湾区的连接。 它提供了通往重要的BART和Caltrain站点、商务区和社区大学的全新直达线路。 三条线路,其中包括两条快速线路,将为旧金山市区提供服务。 备选方案三,提供了最广泛的服务覆盖范围。 除了保留整个线的公交车服务,这个备选方案还加强了中午和周末公交服务。 它还包括四个全新的按需服务区域。 按需服务,让那些在服务涵盖区域内的人们使用应用程序或打电话实时预定行程进行旅行。 我们希望知道哪个公交网络最匹配您的优先事项。 请访问Reimaginesamtrance.com提供您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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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访问Reimaginesamtrance.com提供您的意见。